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整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类似于查尔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一直都是备受瞩目的,其一言一行,甚至是身体状况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而且,患癌这个消息对于查尔斯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使得他原本已经安定的内心再次掀起了汹涌的波浪,不仅如此。 作为即将要接过英国皇位的人来说,他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还直接关乎着整个国家和王室的未来走向,可谓是前所未有的重要。 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身处在英王室之中的人其实一直都过着被人簇拥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是现在的查尔斯, 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身体疾病的困扰,而这一切也都源于他们特殊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 对于查尔斯来说,他的经常肿大的手指曾经就引起过无数人的关注,不仅如此,还时常会有人看到他颈部以下的一些疾病症状,比如慢性疼痛等。 而这一次传出患癌的消息,更是让他原本就不是很乐观的身体状况,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不过,或许是受到了之前英国女王的影响,查尔斯并没有选择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而是选择了相对低调和神秘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直到病情确诊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安排,从目前来看,查尔斯的癌症并不是什么特别凶猛的类型,对他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志愿希望的。 只要能够得到及时和科学的治疗,相信他很快就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一位王室成员来说,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无数人关注的焦点,而就在查尔斯患病的这段时间里。 所谓的梅奈乔行动,也再次被人所熟知和关注,梅奈乔行动,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为了应对查尔斯王储不测去世的一系列计划和安排,可谓是小心翼翼和周密细致的,因为一旦查尔斯真的有什么意外,那么整个英国王室的运转和发展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毕竟像查尔斯这样的国军一旦去世,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前途未卜的。 梅奈乔行动所包括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查尔斯离世之后到新国王登基这段时间的一离一影,无论是藏礼的安排,还是国家的交接,无论是王室成员的反应,还是民众情绪的平复,都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和关键。 据悉,梅奈乔行动是参照了之前的伦敦乔计划而制定的,而伦敦乔计划历时数十年,并且一直到了如今才得以完善和落实,而伦敦乔计划所代表的。 正是如同英国伊丽莎白二世一样,长寿和稳定的国家和王室,而梅奈乔行动则是希望通过各种安排和措施,实现无痛过度和顺利交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梅奈乔行动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对查尔斯个人的尊重和怀念,更多的是对整个英国王室传统和皇位继承制度的一种坚定和信心,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许和祝福。 在梅奈乔行动之中,除了关于查尔斯的各种安排和计划之外,人们也不由地开始思考和关注其他王室成员的命运和未来,比如卡米拉,众所周知。 卡米拉作为查尔斯的配偶,本来就是身份尴尬和备受争议的,再加上她的这个卡字,还让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极其不好的印象,被认为是当初英王和王妃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 而一旦查尔斯去世,卡米拉的命运将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毕竟她并不是炸油的亲生子,其身份地位注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威廉的一世之选,究竟是什么态度和决定。 可以说,一旦威廉对卡米拉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无论是在王室之中,还是在全世界的民众之中,卡米拉注定会成为众矢之地,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各种挫折和困难,甚至是被彻底边缘化,无法参与王室的任何事务和活动。 面对父亲的意外和家庭的困扰,哈利王子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他毅然放下手头的工作,孤身一人,飞回了英国,这样的举动无疑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有着一颗敢于直面和解决问题的勇敢之心,也有着对家人和身份的坚定和热爱,不过,在他和父亲的短暂相处之后,似乎并没有看到什么和解和谅解的迹象。 相反,威廉还是选择了将哈利怠慢,并且不愿意和他见面,这样的情况对于哈利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和困扰,也让他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变数和挑战。 在查尔斯和戴安娜大婚时,有七亿多人通过媒体观看婚礼的盛况,带着闪亮的钻石皇冠的戴安娜美丽高贵,她身穿长达八米的精致结白婚纱,挽着查尔斯的手一起走过红毯,向道路两旁热情的人们质疑,令人气愤的是,记者抓拍到查尔斯一直盯着卡米拉的镜头,媒体们对查尔斯开始批评和指责, 还称这是卡米拉对戴安娜赤裸裸的挑衅,而这也是戴安娜在婚后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戴安娜在婚前就已经受到过两次羞辱,在1980年11月,查尔斯被记者拍到和一个女人深夜登上王室专列,此时正是戴安娜和查尔斯的恋爱期间,当时和查尔斯度过销魂夜的却是卡米拉,这让戴安娜心里愤懑不已,不过当时媒体误认为那个女人是戴安娜,戴安娜没有出来澄清事实, 默默咽下了这口苦水,婚礼前的不久,戴安娜曾发现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只精巧的手镯,工作人员偷偷告诉她,这是查尔斯为卡米拉定制的,上面还有彼此昵称的字母,戴安娜这次终于没忍住,她怒气冲冲,跑到查尔斯面前质问,查尔斯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不该看这个,年轻的戴安娜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但还是选择了忍让,她天真的以为婚后会情色和谐, 没想到婚后,查尔斯继续和卡米拉保持密切联系,在1989年,戴安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直接找到了卡米拉,告诉情敌自己,其实什么都知道,卡米拉再一次羞辱了戴安娜,全世界男人都爱你,你还不知足,卡米拉之所以说,全世界的男人,是因为话里有话,据说戴安娜当时在闺房寂寞的时候,曾和其他男人有过一些暧昧之情, 卡米拉居然以王子情人的身份,指责戴安娜不守福道,实在是让嘴笨的戴安娜无地自容,终于在1994年,查尔斯公开承认卡米拉的存在,至此,全世界都知道了王子的变心, 这彻底让戴安娜颜面尽失,也宣告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到了1995年的时候,卡米拉和安德鲁在法庭上结束了婚姻,理由是长期分居,感情不合,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鲁,她仅在离婚后几个星期后,就迅速又结婚了,而1996年,随着查尔斯和戴安娜也正式离婚,卡米拉和查尔斯的感情,似乎终于出现了转机,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离婚的第二天, 第二年,戴安娜就去世了,彼时的卡米拉却根本不敢出门,怕愤怒的人群将她撕碎,她只能躲在家里,任由铺天盖地的骂声袭来,此时是卡米拉的老父亲,见不得女儿这里外不是人的样子,亲自找到了查尔斯,指责她不负责任的同时,也要求她给卡米拉一个态度,多年以后,查尔斯不顾王室成员的反对,终于在2005年,把58岁的卡米拉娶回了家, 虽然没能给卡米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仅仅是伴飞,但是好在终于可以和她大摇大摆地待在一起,她皮肤松弛,头发蓬松,品味独特又怎样,查尔斯也已经是一个秃头发白,满面皱纹的老人,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是很般配的,在这段不被祝福的婚姻里,能够看到查尔斯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她和卡米拉一起骑马打猎,一起种种花羊羊草,相伴几十年也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不管查尔斯开的什么玩笑,卡米拉也都拾去的哈哈大笑,和卡米拉这几十年的相处,那个曾经害羞内敛的王子,变成了一个和蔼爱笑的老头,反观戴安娜时期的查尔斯,从没有笑得那么开心过,而时间也会带来宽容,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都曾在媒体面前,表示接受了卡米拉,曾经一度不看好卡米拉的女王, 也会送她珠宝,和她一起乘坐马车,整个王室似乎都已经接受了她的存在,可是民众们没有忘记戴安娜,她始终是一个无辜的女孩,她被拖进了王室,在外光鲜亮丽,在家里却备受煎熬,对此,查尔斯有错,卡米拉也有错,他们两个不顾一切的结合, 代价就是,始终要承受着外界的质疑和指责,费尽心思嫁王室,如今却指的一个半妃的身份,卡米拉的遭遇,让很多英国民众大呼活该,也有人说,卡米拉其实对王后位置根本就不屑一顾,她与查尔斯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但各中纠葛,外人岂能看破,只有当事人才明了自己的心意如何,只是可惜,戴安娜成了政治和感情的牺牲品。